今天我们要看看圣经中最可怕的经文之一 我要你抓住这段话 我祈祷这个信息将深深扎根于你的生命中 我祈祷这个信息将永远烙印在每个男女的良心中 让你在一生中都会记得这信息 我祈祷当你在任何时候被罪事探时 这篇信息会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我祈祷你会因为这篇信息而改变 我祈祷这篇信息会塑造和形成你对罪的正确看法 我将在这篇信息的稍后时间披露我所指的经文段落 但首先我需要介绍今天分享的主题 我今天的主题是与罪有关 说实话 罪的主题是现代教会中越来越少宣讲的主题 现今的时代许多教会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牧师讲到所讲的 是人们想听到的话题或教派或教会组织已经定好的主题 老实说 罪和地狱的主题并不是大多数人喜爱的主题 但对于罪 圣经却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 我们的圣经是对罪充满警告的圣经 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物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约翰一书三章四至六节 反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一次又一次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警告要远离罪恶 我们被警告不要犯罪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通奸罪 真言六章三十二节说 与妇人行淫的 便是无知 行这事的 必丧掉生命 你看 这证明并非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 是的 最终所有的罪都会带来死亡 但它们并不相同 比如说 你不会因为说谎 而对自己的身体犯罪 你不会因为说谎 而摧毁你的灵魂 圣经清楚地说明 如果你同奸 你实际上就是在摧毁你自己的灵魂 圣经没有说偷东西地摧毁他自己的灵魂 或说谎地摧毁自己的灵魂 但通奸者摧毁了自己的灵魂 虽然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但罪的果效或影响却不同 性不道德有严重的问题 然而作为人 我们可能并不理解 我在开始时 所指的圣经中最可怕的其中一段经文 现在我要告诉你 是在真言九章十六至十八节 现在让我们先看真言九章十六至十七节 说谁是鱼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在这里女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暗中偷吃的面包是美味的 这位女人正在引用一句隐言 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隐言 我们都知道半真半假的话就是谎言 而且在我看来 半真半假的话 实际上比直接说出的谎言更糟糕 因为直接的谎言人们不一定相信 但是半真半假的话却可能让人受骗 那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换句话说 他所说的通奸者或淫乱者的不正当性行为 比起丈夫和妻子之间 上帝赋予的合法性行为更令人满意 所以他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老实说 他说的是实话 但只是部分的实话 不是所有的真相 因为他没有告诉你故事的结局 老实说 犯罪是一种乐趣 人们犯罪不是因为罪恶会伤害他们 而是因为犯罪给他们带来快乐与满足感 犯罪让他们暂时忘记所有的问题与烦恼 他们享受着在最终的时间以及快乐 在违背上帝的命令 智慧与忠告的过程中 一些人们会感到有种刺激 独立与愉悦的满足感 罪恶是会带来一段时间的享受 我们注意这段经文 真言九章十六至十七节说 谁是鱼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约翰吉尔圣经注释 对这段经文进行了延伸说明 一般来说所有被禁止的不正当的情欲和快乐 都是男人所渴望的 他们也享受当中的甜蜜 因为罪恶承诺会带给他们快乐 以至于他们如此渴望享受其中 加上因为是禁止的不正当 而且必须秘密进行的 特别是通奸或一般说的婚外情 这对于不洁的人来说 是更为美好的经历 甚至比他们和妻子之间的合法享受 更为让他们向往 简单的说 就是你在暗中进行的不道德性行为 比起你和结婚十年的妻子之间的性行为 更为让你感到愉悦与向往 也就是说 私下隐秘进行的犯罪 包括通奸 淫乱或沉迷色情 他们所承诺所带来的快乐 正是使人们如此享受其中 无法或不愿自拔的原因 这种快乐只是短暂的一个季节 并不能持久 这就是索罗门王告诉我们的 现在我们看他告诉我们的完整故事 那个女人所漏掉的部分 箴言九章十八节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刻在阴间的身处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时 我认真的思考了三十分钟 然后和我的老师谈论这节经文 再听一遍 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他那里 他的客人在地狱的身处 看看圣经是如何表述这一点的 经文说他的客人身处地狱身处 经文不是说他的客人是在通往地狱身处的路上 或在地狱的边缘 两者都不是 而是说他的客人身处地狱身处 他的客人已经身处地狱之中 地狱里有很多人 他曾经邀请他们进入他家 并在那里把他们上交给地狱 现在我要问你 你有隐秘的罪吗 一个没有人知道 但你已经秘密进行 照顾了 保护了多年的罪 你有吗 是的 最会给你带来短暂的感觉良好或快乐的享受 但它会让你付上巨大的代价 你忙着过隐秘的私生活吗 你忙着享受及呵护你隐秘的罪 使他不被发现吗 你忙着搞婚外情吗 你在秘密进行淫乱的事吗 如果是如此 我要告诉你这句 你在教堂 你在团气 听不到或不想听到的话 你需要悔改 上帝会原谅你的 你有隐秘的罪吗 你要悔改 你有不为人知的罪吗 你要悔改 上帝会原谅你的 你过着偷偷摸摸 战战兢兢的生活吗 你身边有一个你隐瞒着妻子的情妇吗 我不是在论断你 我再恳请你悔改 通奸会让你过着恐惧的生活 你总是担心 担心你的罪被发现 真言的作者 索罗门非常了解通奸的影响 他家族历史见证通奸的影响 索罗门的父亲大魏王 他起初被神视为和神心意的人 因通奸而认识了他的母亲八十八 大魏王抛弃了神与良知 结果造成了掩盖和流血事件 付上惨重的代价 此事的后果让大魏王的余生生活在噩梦中 我曾经和那些在结婚初期就出轨的人交谈过 他们告诉我 15年后 他们依然为当初的错误承受代价 我鼓励你对婚姻保持忠诚 你无法胜过通奸 你只需要一瞬间 糟糕的一天 糟糕的一个星期 你就可能陷入其中 你要保持头脑清醒 警惕它 抗拒它 我们的头脑是一个发电厂 生命的问题来自我们的思维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一个人在身体上实际出轨之前 首先在他的脑中已经这么做了 你要停止这么做 你要抗拒诱惑 如果你出轨 搞混外情 或犯了一次通奸罪 那么第二次再犯就容易多了 淫乱也是如此 一旦有了第一次 就很容易再做一次 再多一次 这篇信息是以通奸罪来描述 但是实际上 每一种罪都是一样的 无论什么罪 当有了第一次 下一次就变得更容易了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 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情欲是在这些罪当中 最糟糕的灵之一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它让人 做出愚蠢的决定 人们和那些没有关系的人睡了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心底回答就好 情欲是否曾经使你做出愚蠢的决定呢 情欲让人做出愚蠢决定 那些聪明的人 比你和我聪明的人 经常在情欲和诱惑的控制下 做出失常愚蠢的决定 不是吗 那些对婚姻不忠的人 不考虑情欲的破坏性 明知道存在着危险 却因为贪图情欲的快乐 而堵上自己的婚姻 家庭 事业 甚至整个人生 亲爱的朋友 不值得为了20分钟的快乐 堵上你的名声 家庭或人生 罪恶的快乐 只能持续一段时间 但它会导致一生的悲伤 和痛苦的后果 让这段经文成为对你的警告 因为它对我来说 是最可怕的经文之一 它真实地描述了罪的本质 罪的欺骗性质 罪让你感觉良好 让你感觉自己伟大 但实际上却是在摧毁你 真言九章十六至十八节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刻在阴间的身处 从旧约和新约 所有关于地狱的经文中 我们确信无疑 地狱是受折磨的地方 有些人宣扬魔鬼在地狱 而且掌控着地狱 但是不正确的神学观 魔鬼不在地狱 而他也没有掌管地狱 圣经很清楚地说明 魔鬼在地球上 他漫游在地球上 魔鬼在约伯纪第一和第二章 中和上帝对话 让我们看约伯纪一章七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约伯纪二章两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还有其他圣经例子支持这一点 魔鬼并没有被关在地狱里 他在地球上 然而 对于地狱的确切位置 关于地狱究竟是在外太空 还是在地底下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 地狱在地球中心 还有一些人认为 地狱在黑洞中 今天 我们将研究一些 提到地狱的经文 以及各方面 对它们的各种解释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如果你还没这么做 请订阅 点赞 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装备及祝福更多人 上帝爱你 谢谢 在试图找到地狱的确切位置中 诗篇九章十七节说 恶人 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这里的阴间 在西伯来文中 是是有死者的居所的意思 我们知道 地狱是为那些 不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他们的主和救主的人 准备的地方 他们没有办法偿还 以死亡为代价的罪 因此 他们在地狱中 将遭受永恒的死亡 在西伯来文的 施欧 也就是阴间 是那些肉体 已经死去的人 被带到的地方 有关阴间的一切 都被视为负面的 首先 人们将在坟墓的框架中 度过永恒 其次 尸体分解成灰尘 最后 死后在阴间度日 并不是愉快的事情 阴间不是惩罚的地方 而只是 全人类最后安息的地方 它令人恐惧 因为它意味着 地球上肉体生命的终结 这里没有存在 对上帝的赞美 诗篇六章五节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 有谁称谢你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段经文中的阴间 希腊文是黑地斯 西伯来文和希腊文 都把地狱翻译为地坑和坟墓 希腊和黑地斯都是用来描绘人死后 在最终审判之前的临时住所 这节经文地方应对西伯来文中的希腊 在基督升天之前 上帝的子民曾经住在这里 在启示录中 基督宣称他拥有通往阴间的钥匙 此外 在启示录六章八节 我们看到死亡骑着苍白的马 阴间在他后面 启示录六章八节 我就观看 建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阴符也随着他 有权秉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另外 在圣经中 经文中的地狱 希腊与世基纳 在心嫩子谷建筑的 陀斐特的秋潭 指的是对不敬前的人 进行永恒惩罚的地方 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三至四十四节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路加福音十二章五节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拿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托斐特的秋潭 是人们向摩洛和巴力神 献祭儿童的地方 这个山谷有一个燃烧的垃圾堆 他们会把孩子们扔在那里 圣经在耶利米书七章中 谈到了这一点 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 他们在新笨子谷建筑 如陀斐特的秋潭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所以从圣经中我们知道 我们有作为暂时受折磨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承受永恒痛苦的地狱之火 根据启示录 地狱本身将被扔进火壶 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有些人相信地狱就在我们下面 可能在地球的中心 他们这样的说法 是用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 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 加百能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退下阴间 他们相信地狱在我们下面 他们的论点是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加百奴会被推下阴间的原因 此外 在地理上 人们认为地河因为不断沸腾的高山岩浆 而具有巨大的热量 因此可以成为地狱的合适场所 此外 地狱就在我们下面 是因为经文说到 教诡妇人的意象 他看到神从地理上来 撒上二十八章十三节 王队妇人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呢 妇人对扫罗说 我看见有神从地理上来 但是我们不能绝对断定这些经文 是直接表明了地狱是在地底 当耶稣谈到加百能被推下阴间的事实 更多的意思是说 加百能被剥夺了他的骄傲 和对他堕落状态的描述有关 而不是地理位置 有些人认为地狱位于外太空可能在黑洞中 这个假设是基于黑洞是非常热的地方的科学知识 但我们不能将我们对地狱位置的信念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壁大有响声废曲 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有些人认为这节经文 指的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某个部分 它将被来自上帝的烈火烧尽 而这就是地狱 然而这只是猜测 上帝用火和硫磺 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他们而造了地狱 因此被上帝的炽热融化的地球部分 将成为永恒折磨的地方的论点 只是推测 我们所知道的是 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莫里斯·罗林斯医生 是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专家和医学教授 他因为与一位临终病人的经历而信了基督 有一次 一位病人不断地滚动 呼喊着我在地狱 他把经历写成了书 他说 每当我伸手去拿仪器 或以其他方式 中断我对他胸部的按压时 病人就会再次失去知觉 停止呼吸 并再次死亡 每次他恢复心跳和呼吸时 病人就会呼喊 我在地狱 他极度恐惧 并恳求我帮助他 我自己也被吓坏了 事实上 这段经历真的把我吓坏了 甚至我写这本书时 都让我感到害怕 病人对我说 你不明白吗 我在每次你停止做心脏按压时 我都会回到地狱 不要再让我回到地狱了 结果 我开始狂热而迅速地 帮他做心脏按压 此时 患者已经经历了三 四次完全失去知觉 并因心跳和呼吸的停止 而临床死亡 做了几个环节的心脏按压之后 他终于恢复知觉 他问我 我如何才能远离地狱呢 我想起在主日学校里学到的原则 我相信应该可以用同样的原则 我告诉他 我想你应该要求拯救你的 是耶稣基督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请为我祈祷 我告诉他 我是一名医生 而不是传教士 他一直重复地说道 为我祈祷 为我祈祷 我知道我别无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垂死之人的请求 所以我让他跟着我重复这些话 当时他就躺在地上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 因为我自己对祷告 也了解的不多 我这样说 主耶稣 我求你让我远离地狱 饶恕我的罪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如果我死了 我想去天堂 如果我活着 我将永远跟随你 患者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被送往医院 我回到家 胆掉圣经的灰尘 开始阅读 几天后 罗林斯医生拿着本子和笔 走进他的病人 询问他在地狱的经历 病人不记得这些经历 也不记得自己曾经到过地狱 不过 等他康复后 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基督徒 而在这之前 他只是偶尔去去教堂 然而 他确实记得 他们一起说过的祈祷 然后他失去了一两次意识的事 虽然他不记得在地狱的经历 但他确实记得 站在房间的后面 看着医疗队 在地板上抢救他的工作 他还记得 在与医生祷告后 他在死亡经历中 见到了他的母亲和继母 结论是 圣经也没有给出地狱的具体地理位置 我们知道 地狱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为魔鬼和他的同伙 以及所有不敬钱的准备的 永恒折磨之地 但是 我们不知道他的位置 地狱可能位于宇宙的某个地方 他也可能随上帝所遇的 在任何地方 任何形式 我们不要烦恼地狱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应该做的事 做好准备 不要成为他的受害者 地狱的位置 对我们来说 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 迫在眉睫的 是我如何避免去那个地方 如果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 可以参考的经文 我们无需进行推测 我们今生 只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但当末日到来 我们所将知道的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总而言之 地狱是那些不认识上帝 也不认识他的宽恕的人的地方 他最初是为恶魔和路西法 被提出天堂时创造的 然而他们不知疲倦地 努力把更多的人拉到那里 启示录21章8节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所有这些 都是使人有资格下地狱的原因 地狱是真实的 它是罪人的永恒目的地 任何人一旦进入了地狱 就没有退路 然而 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 接受上帝的救赎计划 通过耶稣基督 逃脱地狱 无论地狱在哪里 那都不是让他的受害者 感到舒适的地方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应该专注于天堂 以及如何到达那里 任何人都没有充分的理由下地狱 上帝通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安排 当我在教堂长大时 我的牧师常常说 我知道地狱的确切位置 地狱的确切位置 就是在拒绝基督生活的那一端